明天上完班很多人就已经放假了 而更多的人可能今天就已经开始进入到春节的假期当中 那么春节的这个整个假期当中的天气如何呢 春节临近全国最强雨雪正在进行当中 昨夜今晨上海下雪的消息也从郊区四面八方的传过来 在嘉定清浦松江金山闽航都出现了短时的小雪 叫飞雪云春道瑞雪照风年 在本次春节的假期当中 上海有两次的降水过程 气温是偏低的 这个春节期间2月2号到6号后期各有一次降水过程 二日夜间有小雨或小雨加雪 所以雪花会再次的降临 如果真想玩的话 可以在那个时间安排到远郊区 比方说到崇明啊 或者到金山到松江的一些远郊的这些景点 去驻扎起来 看看雪 带小朋友到田地里面去享受一下雨雪的快乐 那在此期间呢 气温是偏低的 极端最低温度市区达到一度 而郊区是可能达到零下四到零下二度 有薄冰或冰冻 所以在郊区行车 特别是如果你从城区开车到郊区去玩的话呢 要注意这个路面结冰的问题啊 开车一定要小心啊 当然上海来讲啊 车流量大冰不容易激起来啊 反而是一些你要是想去一些偏僻的地方啊 那一定要注意路面的薄冰啊 那整个华东地区的天气来讲 叫晴雨相见啊 多阴雨天气啊 整个周边地区都是湿漉漉的啊 雨蒙蒙的啊 晴深深雨蒙蒙啊 但是应该不影响你们出游的心情 毕竟春节期间啊 更大程度是吃吃吃喝喝喝啊 暗暗暗暗暗